大家好,我是Dan 家长罢丁老师 在韩国真的是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前一阵子已经由老师离开 导致全韩国属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 而在这种情况下 最近在韩国大天的一位小学老师 也因为长期遭受家长的恶行投诉 而选择离开的事件 引起了韩网的共愤 这位有着20年教学经历的小学老师 因为在前一所学校遇到了家长持续霸凌 而从今年开始转学到新的学校工作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在一年级班上 有经常欺负同学 在课堂上喊叫态度非常不好的四位学生 当中一位学生因为打了另一个同学的脸 而最终被送到校长室了 结果这位学生的家长 让我家孩子丢脸? 为理由,让老师下跪道歉 甚至从那个时候开始 连续四年向教育厅提出了投诉 说老师虐待学生 当然这些投诉都获得了没有嫌疑 但是这位家长没有因此罢休 在学生上了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也是不断地提出投诉 而根据媒体报道 除了这位家长之外 一开始提到的四位问题学生的家长 也是一起进行了投诉 一年的投诉量达到370多件 甚至一位家长也向警方报案 导致国际儿童权力团体 Saver the Children也进行了调查 并在次年2月将这个事件定为情感虐待 并向警方提出了意见 结果Saver the Children的意见书 成为了这帮家长们提出恶心投诉的依据 虽然是个题外话 根据媒体报道 这位老师每个月都有捐款3万韩币到Saver the Children了 总之 这位20年教学经历的老师 因为巨大的压力 接受了医院治疗 之后也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 但是 即便老师已经不在孩子们的学校了 这帮家长们 还是跟着老师继续进行相同的投诉 老师最终选择了离开 在这个事件曝光后 这四位家长的个人资料也被曝光了 他们分别是在学校附近经营 餐厅 理法店 和祭道 道场的人 而公开这些资料的人 是一个自称是满10岁的网友 他在网上表示 现在有网友说 不下架贴文的话 就会告我 我今年10岁 是处法少年 要告就告吧 公开了自己的年龄 在家长们的身份被公开后 就有非常多人到餐厅去贴便利贴 丢垃圾到餐厅前面 也在网上进行了一课新攻击 目前该餐厅已经停止营业了 然后是理法厅 这里是实际向警方报警 虐态儿童的地方 所以在网上被骂的也最严重 因此这位家长也上传了澄清文 从2019年第一学期开始 孩子的行动就有了问题 到第二学期快结束时 才发现到 他有抽动的症状 所以我们就去查了一下 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发现孩子去了校长室 他在和同学玩耍的时候 手被同学的脸给打了 翻译没有错误 手被同学的脸给打了 老师却让我的孩子 站在全班学生面前 向那个同学道歉 孩子感到害怕 就双手堵住了耳朵 但老师还是要他放下手 然后送他到校长室了 之后在我邀请后 校长我跟已过的老师一起面谈了 当时我只是说 请老师不要进行这种人民裁判 明天我会让孩子早点上学 希望老师能抱抱他 然后跟他道歉 在面谈之前 我承认了孩子的错 也指导孩子要跟老师道歉 但是老师从面谈那天开始就一直请了病假 因为孩子无法承受这种情况 老师也没有遵守诺言 所以才会以虐待儿童报警的 希望停止二次加害 在这里更傻眼的是 看这位老师在声前 请求教室工会帮忙时发送的内容的话 跟这位家长主张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学生打了同学A的脸这件事 家长持续的施加压力导致无法继续指导 所以才会送到校长室 之后整个学期家长持续的投诉 让我无法正常教学 那个学生也是一直妨碍课堂 也欺负其他同学 当时我感到非常无力 在看到彩虫老师事件之后 让我想起了当时的恐怖 当天我哭了一整天 我应该很难再成为一名好老师了 这位老师在离开后 将身体器官皮肤组织等 捐给了100多名患者后 真的离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到底看到什么了 手被脸打了 我的手能不能被你的脸打一下 同学的脸打了我孩子的手 这是在放屁吗 就算是不小心打了同学 应该要当场道歉吧 老师在同学们面前这样做 不是人民裁判 而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以后你儿子强了 是不是也会说 我儿子的生殖器官 被你女儿的生殖器官给吸尽了 Save the Children这种团体 会好好调查吗 他们要有很多这种案例 才能做更多的宣传 筹集资金 只顾着学校的名誉 要老师道歉的校长 教育厅也是加害者 二次受害是受害者要使用的词 加害者应该要说 受到惩罚了才对 现在这个世界 真的有太多用正常人逻辑 无法理解的 熊孩子熊家长了 对于孩子的手 被同学的脸打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去眼床